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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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台经理在听到这一消息后 历史感觉到情况不妙 他迅速跟随营业员小张赶往现场 一看究竟 当经理赶到柜台时 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根据工作人员的初步统订队 黄金柜柜台被盗损失达百万元以上 经理要求员工 经理要求员工保护好现场的同时 立即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这是我们咸阳近三十多年来 青菜类案件 价值最大一个特大案件 在经过初步勘察后 咸阳警方迅速分成两个小组展开工作 其中一组立即封锁失窃珠宝柜台 进行现场勘察 另一组民警先往商场监控室提取监控录像 勘察的现场 这是破案的基础开始 细致的 详细的进行现场 这个中心现场 外围现场 我们进行了详细的勘察 然而 随着警方在现场掌握案件信息的逐渐增加 案件本身却变得更加技巧 毫无顾忌的 就是把我作案工具全部留在现场 在现场 让警方感到疑惑不解的事 通常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 会将现场的作案痕迹尽可能多地抹掉 然而 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在作案后 却将全部作案工具 远方不动地丢在了现场 打梯翻墙 进入超市的库房 打开库房里边的门 就直接进入超市 那么 难道是嫌疑人在刑窃过程中 对自己的作案手段相当有信心 以至于他认为 即使将全部作案工具 远方不动地丢在案发现场 警方也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吗 作为警察来说 感觉到是对我们的一种挑战 就在此时 正在商场监控室里提取监控录像的一组民警 从黄金柜台对面上方的监控记录中 发现了一团诡异的黑影 虽然商场的监控探头在夜间全无灯光的情况下 拍摄效果并不理想 但警方在监控录像的画面中 还是可以看到一团黑影慢慢地摸进了黄金柜台 观看以后 发现应该是一个人 还会配着一个被子 此时 监控视频上显示的时间 为2012年3月17日凌晨3点17分 弃贼披着棉被 慢慢靠近了黄金柜台内存放保险柜的小屋 什么也看不到 面目看不到 就连身体 走路姿态 什么都看不到 极短暂的停顿后 弃贼打开了小屋的门 放保险柜这个小门子 城市就没有手 嫌疑人直接把门一打开 就进去 由于棉被的遮挡 以及监控探头角度等原因 警方并不能看到棉被下的窃贼 究竟在做什么 突然 棉被落在了地上 一个戴着帽子的窃贼出现了 紧急着 窃贼伸出手 关上了小屋的门 整个过程他一直低着头 是对超市情况很熟悉的 感觉是熟人 或者与超市有某种关系的人 他能用被子蒙住自己的面部 和自己的身材 说明是有人如果发现他 就熟人的话 一眼就会认出他 窃贼在整个作案过程中披着棉被 始终刻意躲避着监控探头的拍摄 那么由此看来 他应该是相当了解商场监控探头的位置 以及拍摄角度的 可是接下来发生了一幕 更是让警方感到惊讶 黄金柜台上方的监控探头 突然停止了工作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还有其他人在暗中提供帮助 窃贼在作案过程中 用棉被将自己挡得严严实实 掩盖了自己所有的体貌特征 但他却在作案后 又将全部作案工具 远方不动地遗留在了现场 窃贼这样矛盾的行为 又是为什么呢 那么面对如此怪异的案情 咸阳警方又将何去何从呢 凌晨时分 商场经现诡异背影 怪异伪装让警方感到疑惑 诡异行为引起警方注意 购物广场内部究竟是否藏有内鬼 披着棉被的贼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2012年3月17日 陕西省长武县发生了有史以来 最大一起黄金盗窃案 警方在被盗商场的监控录像中 发现了一个披着棉被的贼影 该嫌疑人从凌晨3点17分开始 对商场黄金柜台保险柜 实施盗窃 妾贼在作案过程中用棉被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 掩盖住了所有的体貌特征 这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经过大量的视频研判 民警在商场通道上方监控探头拍摄下的画面中 再次发现了这个诡异的贼影 2012年3月17日凌晨3点23分 妾贼出现在了监控画面的右上方 披着鼻子 弯着腰 走路的步伐还是比较快 走动过程中 妾贼微微掀起棉被的边缘 看着前面的路 直奔商场黄金柜台方向 紧接着 民警在商场通道另一侧监控探头的录像中 也发现了妾贼的善影 然而由于棉被的遮挡 这个正对着妾贼前进方向的监控探头 也没能拍摄下他的体貌特征 但是明显能看到手里拿着东西 警方推测 此时妾贼手中拿着的 很可能就是他在盗窃黄金柜台保险柜时 所使用的作案工具 民警通过对商场监控视频的继续研判发现 妾贼于3月17日凌晨5点57分 匆匆逃离了商场 他手里提了一个 不明显的是一个包 咸阳警方经过分析商场监控的视频录像发现 妾贼在进入商场后 选择了商场里监控探头最少的路线 直奔黄金柜台 并且在盗窃黄金柜台的保险柜时 刻意避开了柜台上方的监控探头 不仅如此 柜台上方的监控探头 又突然停止了工作 最后妾贼在逃离商场时 对于逃跑路线的选择 更是没有半点迟疑 他所选的这个路线 应该是潮市里边 就是这个监控点最少 最短的一个路线 那么由此看来 嫌疑人对于商场内部的情况 是相当熟悉的 警方通过了解得知 全都购物广场在关门后 是依然由保安员继续负责值班的 那么案发当晚 在嫌疑人对金柜柜台的保险柜 实施盗窃的两个半小时里 商场的保安员 很可能听到了商场内的某些响动 于是警方立即找来了 案发当晚的商场保安员 了解情况 但是当晚值班的保安员小刘 却一再否认 回忆说 在案发当晚 他并没有听到任何异响 凌晨时分 窃贼在空无一人的商场中 用撬杠 硬生争地撬开了商场 黄金柜台的保险柜 那么两个多小时的作案过程中 怎么会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呢 保安员小刘 会不会是在撒谎呢 为了查明真相 民警对保安员小刘 展开了进一步的询问 当民警问到 黄金柜台被盗当晚 监控系统的工作状况时 保安员小刘 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就是网上 有人在商场里通过 监控里完全可以看到 按照保安员小刘自己的说法 即使是在商场内部 没有灯光的情况下 如果有人在监控探头下通过 值班的保安员 还是可以通过监控室的 电脑屏幕看到的 并且监控探头附近的 红外线装置也会发出报警 那么窃贼实施盗窃的当晚 保安员小刘 即使没有听到任何 撬动保险柜的响动 也应该会注意到 监控里的贼影 以及红外线装置的报警 保安员小刘的说法 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民警的追问下 保安员小刘声称 很可能是当晚 商场的监控探头 出现了问题 然而警方对商场 其他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后 立刻戳穿了保安员小刘的谎言 那么也就是说 窃贼在进入商场后 走过了监控探头 以及探头周边的红外线装置 但是监控探头拍摄下窃贼踪迹的同时 红外线装置却没有发出任何警报 接下来在窃贼对黄金柜台实施盗窃时 柜台上方的监控探头 又突然停止了工作 这一切会不会太过蹊跷 开始这分析 会不会有理应外合的这种可能 2012年3月17日凌晨 全都购物广场内部 发生了一连串诡异的事情 那么这会不会都与商场的保安员小刘有关系 案发时保安员小刘究竟在做什么呢 他会不会贪欲了作案 甚至坚守自盗 面对平直不前的案情 咸阳警方又将从哪里寻找突破口 凌晨时分 商场经现诡异肥营 盗窃柜台 监控探头突然停止工作 种种异常 保安员又将如何警示 案情离奇 警方又将如何寻找窃贼行踪 披着棉被的贼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2年3月17日凌晨3点 窃贼在进入商场后 走过了监控探头 以及探头周边的红外线装置 而监控探头 判施下窃贼踪迹的同时 红外线装置 却没发出任何警报 更令警方感到蹊跷的是 窃贼在对黄金柜台实施盗窃时 柜台上方的监控探头 又突然停止了工作 那么这一切会不会都与案发当晚 商场的值班保安员小刘有关呢 面对警方的询问 保安员小刘的回答 开始不能自圆其说了 最后他竟干脆说 案发当时自己并没有在商场里值班 我不在我出去了 你在工作时间怎么可以出去呢 那天就是我出去玩了 就出去吃了点东西 吃夜宵 一个人去的 这么晚你一个人出去吃夜宵 那时候肚子饿了 有人能证明吗 没有 一个人去的 自时警方注意到 商场监控室上方也有一个监控探头 探头恰好正对着保安员工作的方向 那么如果调取出 案发当时监控室的监控录像 就可以将监控室里发生的一切 看得一清二楚 然而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监控室里的一个隔断 恰好挡住了探头的拍摄 监控探头并没有拍摄下 案发室值班的商场保安员 一时间保安员小刘的解释 也无法得到印证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 警方成立了以 咸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新宽 常务县公安局局长张广宏为领导的专案组 分析案件 寻找案件的突破口 抓住现场勘查 这一块 才能根据现场勘查得到的资料 才能做到真正诊 真正诊 就在此时 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 突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 一个口部褶皱的蛇皮带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作案工具比较多 分析到 是否有一个东西装着 拿着木梯子 无异于所谓的地方 折叠了有一个 这个蛇气袋子 发现这个袋子口 就是有这个装了东西 手提的那种痕迹 紧接着 警方发现了蛇皮带上的一组数字 那么这组数字 又会与本案有着哪些联系呢 好像这个东西 应该就是物流公司 发货时的一些训练 购号或者数字代码 于是 咸阳警方决定 迅速派出一组民警 对蛇皮带上的数字 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接下来 墙下的一组协议 也引起了负责现场勘查 民警的注意 于是警方决定 迅速使用石膏 对其进行提取 整个提取起来以后 因为离奇的 突发的 这些感觉 舰顶上来讲 更直观 除了舰顶间的发现 认知度还是高一些 除了 就在民警提取窃贼协议的同时 负责对蛇皮带上的数字进行调查的民警传来了消息 他们在一家货运站处破解了带子上数字所代表的含义 警方从货运站员工处得知 这个蛇皮带应该是从某处发往兵线的五金产品的包装袋 于是警方决定立即前往兵线插找蛇皮带的来源 很快民警们就在兵线一家五金市场的老板处得到了重要线索 发案前几天卖出去一个断线钱 买了这个断线钱以后 还要老板和他把找个东西包起来 警方按照五金店老板提供的信息 提取了五金市场门口监控探头拍摄下的录像 经过五金店老板的辨认 那个购买断线钱并用蛇皮带包起来拿走的人 很快被找到 三十多岁的一个男性 个子不太高 很胖胖的 而且这个人的走路姿态很有特点 就是走起路来 手向外来摇摆 通过五金店老板的协助 警方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 那么接下来 咸阳警方又将向何处寻找这个监控画面中走路怪异的男人呢 凌晨时分 商场经现诡异贼影 跟踪追击 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 跨省调查 嫌疑人远离家乡 峰回路转 他最终落入法网 披着棉被的贼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咸阳警方在宾县一家五金市场内查找到了蛇皮带的来源 并且在五金店老板的帮助下 从市场的监控录像中找到了购买断信前的中年男子 监控画面中 中年男子奇怪的走路姿势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方分析 窃贼既然在宾县购买了断线钱 那么他在盗窃商场保险柜时所使用的撬杠 很可能也是在宾县打造的 不出所料 警方很快在宾县找到了打造撬杠的那位铁匠 还没等民警开口 老铁匠就认出民警手中所拿的撬杠 是自己前几天刚刚打造出来的 我走过这东西 我就是人家 他旁边走过那个 他一个手艺 那个羊子都一样 这样反正是 那个隔筒不高 我的大手艺来 隔筒不高 隔筒不高 胖胖的 这就他腿回来 我才夹它 因为这腿弱 据打造撬棍的老铁匠回忆 窃贼在四天前 曾先后来过他的家中两次 于是民警拿出 五金市场兼顾视频的截图 让老铁匠进行辨认 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后 警方决定立即赶回厂武县 对三月十七日前几天 商场内部的监控录像 进行再次研判 警方通过从五金店老板处 获得的监控录像 对比商场内部的监控录像后发现 嫌疑人在作案前 曾多次踩跌 警方通过视频录像发现 案发前的几天里 窃贼曾多次出现在商场里 那么窃贼会不会就临时居住在 附近的旅馆里呢 我们本身的这个智慧 这个利用帮达人民群众 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来源 这番他就是一个人在作案 但是我们警察呢 后面有一种职业的智慧 集体的智慧 有一种群众的这个支持 于是警方决定 在现场内张贴协查通告 寻找线索 同时在商场周边旅馆 进行走访调查 对着民警走访范围的进一步缩小 一位旅社老板从民警手中的彩色截图中辨认出 该照片中的男子曾经在他的旅社中居住过 随后在查看了旅社老板登记本上的信息后 民警发现 该男子田某是湖南省张家借人 然而当警方赶到田某湖南的老家时 他的妻子却说 自己的丈夫很久没有回家了 具体去了哪里 他也不清楚 此时民警的工作重心 集中在了田某的妻子身上 如果不能得到田某妻子的配合 警方接下来的工作将难以进行 耐心的劝说给他讲一些政策 让他相信 只有劝犯罪嫌人投案自首 才是争取宽大处理的最好的途径 如果一旦一再的包庇 或者窝藏犯罪嫌人 那只能给他的家庭带来更大的伤害 终于在民警的不断劝说下 田某的妻子说出了自己丈夫 在石家庄的落脚点 于是警方迅速赶往石家庄 对田某实施抓捕 在大量证据面前 田某承认了自己由于在老家 欠下大量赌债 而盗窃城武县全都购物广场 黄金柜台的犯罪事实 那么当田某看到自己盗窃商场 黄金柜台过程中监控探头的录像时 他又是怎么想的呢 那三天回来说不知 这边好像就是没金子地方 这边就是窗户 就是你进入的那个地方 对 开始不熟悉吗 就是行光的时候踩点就踩入行 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我昨天晚上看一个 真正一个 他的服务员从这里面 给我们里面放金色 放红金的 行光的时候发现有情况 那你还敢去 就是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柜子 把这头盲住 被子就是放在身上 就是把柜子取出来 盲头盲子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那个 包紧装置的盲区嘛 我从窗户下来的时候 都是我当时就是踩点的时候 在后面那个窗户 做了将近两个多小时 昨晚的这天晚上 我在那个窗户面 也做了一过多小时 大概确信里面没保证 从窗户上下来 下来的时候就是出窗户 然后到那个大厅嘛 有监控的可能就 反正好像有监控的 就把门都披上 我这个可能就是眼耳朵女 可能就是因为 当时心里紧张 可能就是把他来 做案的工具 已经就想了 在监视里面 他们都说 哎呀天下没有你这么笨的贼 我们做案的时候 你一点多四八戒都没有 那你坐在天后 我们怎么也给带进来 如果把那个聪明了 放在那个震头上 做点生意啊什么 国家震灾 于是开放 也能震得起来 咋干嘛 咋就是说干嘛不做震头 只用咋干净的方式 却能赚钱 赚钱 也心安静 对吗 我前天晚上做梦 我们的儿子 儿子 我们的儿子 系统考试 据田某交代 他在进入放有保险柜的小屋后 由于坐在心虚 担心保险柜旁有其他报警装置 于是拔掉了里面的所有电源 这恰好导致黄金柜台上方的监控探头 停止了工作 那么由此看来 商场保安员小刘最后的回答 并没有欺骗警方 然而也正是由于保安员小刘的失职 恰恰给犯罪嫌疑人田某 制造了可乘之机 保安不明思义 就是保安全 他们商场物防也到位 比如说我有防护栏 我有防盗门 你继防也到位 我有监控 但是我认为 任何事情 人是根本 人要发挥在这个 安全防范的主导地位 他过于的依赖于他那个 四平 万事大吉 万户之处 这是他们向商场 最大的一个事务所在 虽然目前大部分商场 都安装了监控探头 以及防盗设备 但是商场的安全 不能仅仅只是依靠监控设备 负责商场安保的保安员 更不能只是摆设 如果我们每一家商场的 技房 物房 人房 各方面措施 都实施到位的话 类似的案件 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卢西南的荒野里 突发抛尸命案 蹊跷离奇的死因 重重迷雾一样的案情 侦查中 警方揭开深藏已久的秘密 一场复杂的男女交往 引发获端 貌似密切的朋友关系 却暗藏着重重危机 危险关系 天网版木近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